为何1985年许室友将军去世的时候 邓公下令不准为他开追道会 并且要求坚决不能为许室友将军立碑 但是一年之后 邓公还是默默地为徐将军立了一块碑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块位于河南新县的墓碑 便是邓公亲手为许室友将军立的 1985年 许室友将军在南京不幸去世 将毕生都奉献给国家的许将军 去世后唯一的心愿 就是葬在老家河南新乡 和自己的父母葬在一起 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同志 自然不可能拒绝许将军的遗愿 然而邓公犹豫了很久 还是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是不能为他开追道会 二是不会为他立碑 三是不能登报宣传 当时没人理解邓公为什么会提出这三个要求 要知道许室友将军 可是开国大将 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是功勋 然而许室友将军却明白邓公的良苦用心 1906年 在河南新乡一个贫苦家庭里面 许室友将军出生了 由于家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 许室友小时候非常瘦弱 经常受到村里小伙伴的欺负 因此许室友无比渴望自己变得强大 直到八岁那年 许室友遇见了一个云游的僧人 僧人先锋道骨的模样 让许室友恍如看见了世外高人 于是央求僧人将他带到松山少林寺习舞 刚到少林寺的许室友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 开始学习少林七十二绝技 而是每天干着打杂的工作 许室友并没有气馁 而是偷偷地看别人学习功夫 久而久之 许室友真的像电影《少林寺》中的李廉杰那样 身上功夫比常年学武的师兄们还要厉害 十八岁时 许室友收到了家里的来信 原来自己的母亲病重在床 心急如焚的许室友闯下了少林寺来到了家里 母亲看到儿子回来 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 许室友高兴的同时也知道 少林寺自己是回不去了 但是许室友侠甘义胆 又有一身的好功夫 当得知中国处于威王之中时 许室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国民革命军 凭借敢打敢杀勇猛无畏的性格 许室友在国民革命军中一路高升 从一个普通士兵爬到了连长的职位 许室友贫苦出身 自然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受苦 然而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处 都会疯狂地搜刮明知明高 这让许室友非常看不惯 正好当时北伐战争开始 国共两党决定合作讨伐军阀吴佩福和孙传芳 因此许室友逐渐接触到了大量共产主义战士 许室友惊讶地发现 共产党的理念竟然和自己不谋而合 终于在1927年 许室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且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随后一路勇猛杀敌过关斩将 为共产党的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等到了红军长征的时候 许室友已经坐到了军长的位置 然而长年的征战 让许室友一直无法在母亲身边尽孝 这让许室友非常的愧疚 当时厄狱晚的红军在撤出根据地之前 许室友知道 接下来的战斗将会九死一生 异常艰难 为国捐躯算不得什么 可是家中的老母亲该怎么办呢 因此在部队开拔之前 许室友抽时间回到了家里 向母亲说明了此时的情况 然而许室友的母亲也是一个身名大义的人 甚至没有国家燕能有他们这个小家 自古忠孝两难全 母亲让许室友选择尽忠 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 许室友跪在母亲面前 发誓等自己死后 一定葬在父母的旁边 到时候会永远陪着父亲母亲 此后许室友便冲向前线 母亲和许室友都没有想到 这一别竟然是二十年 这期间母亲一直没有收到许室友的消息 村里有人传闲话 有人说许室友已经牺牲在战场上 有人说许室友在城里当了大官 直到解放之前 有人才悄悄地给母亲送来了消息 许室友将军不仅没有牺牲 还已经是掌管千军万马的军区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 许室友将军终于再次和母亲重逢 为了尽孝 许室友将军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一起生活 然而母亲十分不习惯现在的生活 在南京陪了儿子一段时间后 便又回到了老家生活 为了能有人照顾老母亲 许室友让自己的儿子到老家参加工作 许室友当时是海军中一名舰长 可以说在那个极度缺少人才的年代 许室友的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老家河南新乡当时非常贫穷 许室友要回家尽孝 势必要脱下自己的军装 许室友没有犹豫 最终还是脱下了军装 回到了老家替父亲进校 然而直到老母亲去世的时候 许室友将军因为公务在身 最终也没有回家送老母亲一程 这让许室友更加的愧疚 也更加的坚定自己去世后 要葬在父母身边的想法 1979年许室友将军 明显感觉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安排后事 并且寄给许室友50块钱 用来给自己买棺材 然而接下来许室友的一个决定 让邓公下令坚决不准 为许室友半追倒回 原来当时中央提出了 火葬的倡议书 毛主席周总理 朱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 都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唯独许室友没有签字 并且提出等自己去世后 一定要吐葬 因为许室友还等着等自己去世后 葬在父母的身边 想当年许室友勇猛杀敌 却在暗地里因为思念母亲 偷偷地流眼泪 当初许室友跪在母亲面前 发誓要葬在父母的身边 这也是为什么许室友 不愿意火葬的原因 许室友的请求没有人敢批示 最后这份报告送到了邓公的办公桌上 邓公和许室友是战火中走出来的好友 早在战争年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后 许室友就曾到129师386旅担任副旅长 当时的施政委就是邓公 虽然邓公和许室友当时共事的时间不长 但是邓公非常喜欢这个勇猛无畏的汉子 在特殊年代 许室友为了保护邓公 曾经亲自将邓公接到广州暂避风头 因此邓公打心严厉感激许室友 当许室友要求土葬的报告摆在邓公的桌子上时 邓公显得非常为难 最终邓公决定念及许室友 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贡献 决定特事特败 但是也严厉斥责下不为例 有了邓公的支持 其他人自然不好在说什么 为了不让许室友的报告带来不好的影响 邓公下令不给许室友开追导会 不会登报宣传许室友去世的消息 不会为许室友立碑纪念 许室友也明白 本来自己的要求就是特事特办 如果还要将这件事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 那么中央的工作就会非常的不好做 因此许室友欣然答应了邓公的要求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的五天后 许室友将军便于试长辞 许室友去世后 遗体被暂存在南京 邓公派工成兵在许室友的父母坟墓旁边 挖了一个墓穴 1985年11月7日 许室友将军在河南新乡入土为安 因为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 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村里的人怎么会不知道 许室友将军回家了 大量的群众悄悄地来祭奠许室友将军 起初的时候 邓公坚决不准为许室友离墓碑 然而第二年的时候 邓公还是悄悄地为许室友立下一块极其朴素的墓碑 因为许室友将军生前非常爱喝酒 人民在祭奠许室友将军时 都会不约而同地带来一瓶好酒 现如今许室友将军目前的茅台酒已经堆积成墙 这也是人民对许室友将军崇高的敬意